哈喽我是gary那最近gary很多的客户也是搬进了新家嘛 然后和我说接到了一些前屋主或者甚至是不认识的人的一些mail问我怎么办 那我就分享给大家根据我做法那正好我今天也收到了一封前屋主的来信 我告诉大家怎么弄哈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你要记住看我这个视频改地址哪些地方一定要改地址 因为你肯定是从旧的地方买到新的地方 你旧的地方的一些人的话肯定也在收你的邮件 所以说你一定要根据这上面的视频把改改的东西全都改出来 因为你像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看你的post的嘛 那ups的话你写一个rts表示的是return to sender 那如果我们用的是看你的post的话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你联系到sender 如果你有你之前卖家的联系方式的话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说你这封信 比如说税务局的或者是什么某某ss店的 你要改一下你的地址提醒他一下 那如果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的话 你就在上面写两个单词 一个是moved或者是unknown 然后把它放在你这个街对面的一个box 我当时告诉你放哪儿 这样子就ok了 如果你是在ups的话 你可以还写一个rts 就不会再收到其他人的一个来信了 如果你还就是keep receiving这些mails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去联系看他的post 但是一般的话我写这两个单词的话 我就没有再收到任何人的一个来信了 任何潜无处的来信了 这次的话是一个新的地址 我估计他又弄错了 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事情保存起来 你没有忘记 最后的话放到这个 你平常取信的公寓的话 放到底下那个mailroom就ok了 房屋需要关怀 生活如此有碍 关注Gary一起用心生活